每一顆的味道多多 整條街都是榴槤的味道 現在我們要去吃榴槤了 馬來西亞六月正當季 他說貓山王的榴槤是苦甘苦甘的 要帶一點苦比較好吃 你們看這邊 整條街都是榴槤的味道 貓啊 你要怎麼認啊 秤重啦一公斤六十二 我們現在要來那個馬來西亞主食 開起來才知道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可可你聞了 苦苦你聞了 多個 完美的耶 拍照樣子 真的都是拍了才知道啊 人生第一次吃貓山王 人生第一口榴槤 哇賽 你好像很緊張耶 他應該是緊張是怕那個味道 哇好creamy喔 很綿 苦苦的耶 乾苦乾苦的 可是它不是很苦的 然後後面它是回甘的 我懂為什麼有人喜歡吃 你是喜歡吃它什麼的 像巴特啊 鐵哥類帶水果的 這個蠻王咧 這味道是很重的 如果開那個D101的咧 它純甜 它在你的口腔裡面是很棒 你是蠻王咧 在你的口腔裡面咧 至少停留8到10秒 火肉咧就看出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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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g 味道 湯